上风速递 台湾流动寄书的问题 今天呢 我昨天就呼吁 为 港台两个当局 去 澄清他们的法规 和出入境的 出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件 而且是不会令人担心 但是呢 我理解呢 台湾当然我不能够 管他 我也呼吁他 澄清的 但是香港特区政府 似乎交了一整天 他完全好像 听不到 那么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是他们觉得 有些东西说出来 更加震惊呢? 因为我看到呢 昨天 顺丰台湾的公司 就有回应了传媒的 好像是中央社 他就说个别事件就不评论 不过呢 他们的速递的正义就是 按各个地方 他用各国 这个字眼的 各国的 海关的法规来进行 那 换句话说 如果那个拒绝 梁文道先生 托运的书籍 就牵涉到 台湾出境 牵涉到 香港 一个出口 一个入口 那 我相信呢 就真的 两个政府 更加要 讲清楚了 否则的话 如果 顺丰速避 那个在记录上 就是说 我按 各个地方的海关 规矩做 而 最后 两个政府 又不澄清 究竟 香港人 或者 台湾人 或者 商人 或者其他人 如何自处呢 我觉得这个 你对于 市民 一 究竟 有没有一些 享有一些自由 例如 寄书 送书 收书 甚至商业的活动 如何按法规来进行 或者 根本有些事情 是 你如果是 有这个自由 你自己不做 或者你自己拒绝 去收紧 自我审查 这就是另一回事 但是 起码 市民 无论是香港的人 或者是台湾的人 或者其他不同国家的人 在台湾 香港做生意 都有可能 是牵涉到记一些东西的 包括书籍 那样 那究竟是不是 有这样的规矩呢? 大家可以明白 不一定是商业的 很多文化的交往 你认识朋友 可能他寄一本书给你 或者 你送一本书给他 今天我听到 有另一个 叫做周宝松 好像 他也有一个 访问 就说 原来香港 他不知道 托了一本书 去韩国 原来又有一个名单 这个 也同样要关注 所以 香港 特区政府 真的要澄清 这个就牵涉到 香港是不是有些禁止出口的书 又或者 是不是香港的 法规就是 如果 那本书 究竟 对于韩国 是不是又有些禁书 而是香港 怕得罪韩国 所以就禁止出口呢? 我不知道 就是 令人非常疑惑 但是 那是 周先生的一个 延伸说法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特区政府尤其 应该 要澄清 令到民众 香港市民 都知道 如何遵守法例 以及什么 其实是 不需要自己 亂那么害怕 亂那么恐慌 亂那么 担心 而是享有这方面的自由 我觉得也是重要的 澄清的那个标准 所以我觉得 他今天 就还 如果顺丰触遞的 台湾公司 都说了他们的立场 当然 他的立场是真是假 我现在还未知道 可能台湾那边 或者香港 都可能有人要查一下 包括记者 但是 至少他做了初步的回应 而特区政府和台湾政府 好像没有回应过 我希望 这件事情 就牵涉到 社会人士都是关心的 我也是很关心这方面的自由 尤其是一国两制 有没有被削弱呢? 或者是否会有一些公司 他因为生意做得大 已经占据的份量很大 以至到 连我们的生活也控制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值得市民关心 我也关心的 也希望可以公开 如果真的有这些黑龙丹 存在 我觉得其实顺风速递 他除了说 根据海关的法规来做 当他评论个别的个案 我觉得他 既然社会已经 由梁先生 作为一个 曾经希望使用他们服务的人 透过那个酒店 我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不去解释 当然如果顺风速递 最后他说 不是我们 是个酒店 那就是酒店的事 叫梁先生追究酒店 因为那个酒店是他住过 用他们服务 包括托云 他的櫃台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要搞清楚的 也不一定要说 顺风速递 一定是自我审查 不过 我觉得他应该也要说清楚 究竟 他有没有自我审查 或者他所说的法规 是不是他理解错呢 可能是法律部门 零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没有 自我收紧 不要制了 免得被人罚 那也是一个立场 因为你说 我赚了你多少钱 我也害怕 你也可以的 起码是商人 你也要说 是不是 你已经变成了 市民 台湾和香港的 或者其他人 身处这两地 自由的收紧者呢 就是你透过这个服务 已经收紧了人家的自由 那这个是挺严重的 是吧 你是速递公司而已 但是 你透过说 我是不记得这件事情 那你又不告诉别人啊 最惨的就是这样 如果有些 譬如你有个稿 如果你有时间性 或者有本书 我赶着卖的 书展 那就死火 譬如梁文道 他经常出书 如果他在香港有个书展 他突然在台湾 托卖一堆书 过来 赶着书展 你知道书展那几天很矜贵 很贵的 大堆租 是吧 那别人就站在那裡 是吧 你的规矩又不知道 是吧 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是有这样的规矩 是吧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 就算你真的不做这个生意 OK 你认为 有一些审慎的地方 或者什么 害怕的地方 社会有公论 或者他找第二间去做 还有第二间 但是 那问题就是 至少你说清楚 不要到时候 哇 几个星期没有声气 到时候就问到才知道 那你死火了 如果那批 是赶着卖的书 有时间值的嘛 是吧 你书展 他刚刚做了一个宣传 可能那几千多万本 是很重要的 那段时间 你促销的嘛 那你死了 是吧 甚至可能已经答应了别人 订购的 那你没有 没有 书给别人那怎么办 是吧 那你可能是 一连串三角债 一直下的 是吧 甲书商是零售批发 一直散下去 要赔钱的 是吧 那我觉得这些 大家都要均真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 OK